接着我们再来关心两条来自教育方面的资讯 首先我们来看更多的特许学校正在积极的筹建当中 政府正在接受更多的特许学校的申请 它已经同意开放五个有争议城市当中的学校的申请 特许学校是行动党倡导设置的 这是他们与政府达成的支持协议当中的一部分 政府表示这些学校为合作伙伴学校 它可由社区教会或商业团体运行 他们不需要聘请注册教师 并可以设置自己的课程和学期时间表 原因是这些学校的学生往往在国家现有学校体系中 无法获得叫好的教育 首批五个学校将在明年年初开放 教育部部长Hiraki Prata昨天表示 这些学校将满足特定的学习需求 他说在教育方面 用一个标准来适应所有人是不现实的 特许学校将为年轻人和他们的家庭提供更多的选择 但教育部长Prata没有说 有多少学校将参与新一轮的申请 教师联合会和工党强烈反对这类学校 他们认为这类学校在其他国家并不走校 ma祭 使用 July 20